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很简单 就把那个印章就给他拿起 拿起 他也很快就拿回来 那我没有过几天 整个管理完的钱都被点光了 谁要赔 主要赔 我赔 对 当然我也有去告他 日子过得很快 过了十几年了 最近他来找 他来找我已经没有做了 已经交代给别人了 他说他那些钱要还 要还 一个月还多少钱 他刚起步他钱还多少钱 他先还二十万 其实他分起起慢慢 他说你要还就 你要还你就做这么做就好了 他就去把它撤掉你这件事情 对 到底能不能撤掉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 那个算是一切到 那个工数 不知道会怎样 钱也有拿来还 有拿来还 但是我就把它当作为社区贡献 因为钱在十几年前 九一地震就是刚刚在那个时候 就九一地震那个时候 就钱被他领走 叫乌漏偏红连夜圆 这个如果再换到别人当这个主委 你就完了 两件事情你就完了 第一件事情你财力够不够 你财力够不够 第二件事情我为社区 征集到好几千万 太平这个地方九二一地震 十二栋大楼都受伤 唯一栋有完整的就是这一栋 就是这一栋 七十一栋完全见商是不理的 我们这栋的见商 经过我的谈判 我用电话和他谈了非常久 我说我在电视里面一定会讲你们的好话 除了你余佑不想再盖房屋 如果你要盖房屋 你这件事情一定要办 我明天会开那个 那个制宿大会 你要派人到里面来做 哇 真的每个人都很激动 就很淡定的做着 一件一件就和他们跳 结果他们的人就打电话说 哇 董了 好 这你没来 不然你说累死 我跟你说 以为里面都是报应 包括我们的张教授也在里面 他吓一跳 这个里面的人都说这样 我说张教授说不是 他们现在是灾民 灾民如果没有处理就成为难民 难民到最再没有处理他成为报应 一定的 但是步骤是一定的 这个时候灾民的时候我们要去安抚他 所以表示这个社区的人混有福报 什么时候不选主委 这个时候他选我当主委 这第一件 第二件 我是不当的 我是硬给他们惊上去的 我去当那个干什么呢 他说 你就来当 我就因为我走过去都有观他们说 早安啊 晚安啊 只有我一个人在问你知道吗 还有三个小孩啊 他们就说你这家人为什么会这么好 其实就是我们到场每个人见面都讲的话 现在做好人很简单 只要你问早安 问晚安就是好人了 现在做好人就很好做的 对 所以说你要因为我们有帮助别人 所以那个教授的夜母就是 两千人就被引走 哇 一夜之间头发全部变白色 那是等于他后半生全部要用 后半生 那个对一个没有先生的女人来说 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她的女儿是法官啊 庭长啊 她说照法律来 要照法律去告她嘛 这个教授就问她说 你告到来妈妈死掉了 你告到来妈妈已经死掉了 这个一定要用关系去处理 不要去用作法律途径 后来就用关系去处理 赔了一千九百万 等于损失一百万了 损失一百万了 他们也很高兴 都发现哇 厉害 怎么可以这样讲的 可以谈成 因为银行本身里面他们有一个机制 就是说 有一个就是损伤机制 就是万一前被领走了 有差错的时候 他们好像他们的薪水都每一个月都要 有这个保险了 要拿多少钱出来当公积金 万一有错的时候才不会一个人没办法赔 本身就有这个 他就从这个基金里面就拨出来 喊这条钱 他也认错 那个作业也 那个银行也认错 当然那个大概会被 大概应该会被辞掉吧 那是他们的事情 银行的副总经理就出来谈了 后来就谈什么 他说哇 这个是可以谈的 本来他 他女儿是当然法院的那个庭长 也算很大了 很大 在我们的民宿在告 你没有那个生命 告到来老子已经受不了了 他发现很多事情是可以用讲的 有时候每次都会来找我聊天 因为我曾经帮忙过他 所有我变成很想要帮忙过他 你为一个小孩子栽培下去 你不希望他成龙成红 你希望他 你栽培这个人之后 你希望他更成功嘛 你有投注下去了嘛 就像这样 现在我在期待四年后 我们多一个黄丽颖 多一个博士出来 他今年要进入那个 中国大陆社科院的 社科院去读博士班 三年后四年后 我们就多 我们的团队里面多一个博士出来 就这样 那我们一定会期待他 这四年我们一定会不断的追踪 不断的嫁子 你听不懂 那个钱要费进去 才能在那边活下去 四年之后 我们就多一个 这个团队就多一个 这个领域里面的高手 像这个就是有些 有些 一个团队里面一定要有花 这个花 对不对 花干什么 花干什么 这个花干什么 好看嘛 对不对 可以当菜吃吗 对 都什么都没有用 是不是 都可以当好看而已 对不对 但这个花如果没有下面这个花台 它站不住 花台有没有重要 重要 对 所以还是有人当花台 那花台下面还有一个桌子 有人当桌子 对 因为他们的搭配才有完整的 一个可以看的场面 就这样 如果没有搭配 没有人灵人去当桌子 没有人灵人去当花台也不行 就不要说麻烟 还是什么人都没有做事 就开出家家这样 够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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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对不对 眉毛都没有做事 眉毛 眉毛都没有做事 眉毛都在前面 你不相信你把它踢起来看看 像青蛙 就像青蛙一样 你没有你就很难看 我真的没事做 我也没什么大事可以做 他说你就把我留着 你不相信 眼睛也曾经埋怨过 人家眉毛 既然站在最上面都很扭笑 不然我带你下面来 结果他跑下来之后 眼睛拿着镜子照一下 差点吓出来 看到鬼你知道吗 他说你还是上级好了 上级起来才有搭配 我看在下面竟然是很难看 哪一个人的角色 所以先了解自己 技術团队里面我要扮演哪一个角色 都可以 你可以自己选择你喜欢的 你有那种天路是最好 速度很快成功 你没有天路靠人的认真 你还是会成功 人受过信任哪一个灵意里面 只有你有用心 我发现成功者都不是内行人 成功者都是有心的人 不是内行的人 内行有时候靠他本身的内行 靠他的天路 反而不一定有很好的造就 因为他的态度错误了 做事情的态度错误了 有的认真人我很笨 但是我很认真去学习他 很认真去学习他 那整个就会不一样 你看我去学习气功 那下来问最多的还说是我 问最多的 那喜欢灵魂在那向爬 蹦蹦 还是我你知道 你把它弄开 把它弄开 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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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个人都是你 回去有没有在练 你练就发现 那个角度哪一个地方不对 你才有办法问 你为什么没有问 不是你不敢问 你不懂 你为什么不懂 你回去没有练 没有练 你不知道怎么去问什么事情 对 既然这段时间要练 你就很准准把它练起来 练起来 这个 这个 才艺的东西 不会人家说 你学那么多干什么的 到哪里去都可以用到 一些开放人员就是靠这些来的 所以忽然可怜 他就是本身 和这个议员 大家的交流之后 他发现 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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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帮过你的人 更愿意怎样 在帮你 这一句话之后 我就回想 这个教授来找我的时候 包括很多人 我们帮忙过他之后 我们很喜欢他成功 你看那个幻家园 那个唱歌 那个幻家园 那个如果没有我们这种人 他会留下在这里 烫了一个那个 那个 鸡肉补两个头 还有彩色 大部分的人 你们看到 都一定 已经 头都隐隐了 我说 讚喔 好看 画多少 没多 很多 一定画很多 这个 平姑 要唱这样 最少要三千块以上 零多 内行 内行 你看 在这里 在那边坐了三个钟头 对不对 两个钟头走 走很久 讚 好看 不用怕 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团体 这些人都是白色的 你怕他什么颜色 到这个地方 我们没有信心 把他的颜色染掉 变成白色 有没有信心 有 你就不用怕 你就不要 你就不要先 一色立场 这个小孩子怎样 这个人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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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不要预色那个立场 是怎样 你不要这样 这样你就不可能 他那样截下那个眼 那就是因为很多人 用异样的眼光看 就是只有你这个人 不会的时候 那整个会不一样 我就知道成都去的时候 这个呢 纯老师怡秀 在那边等我 等到 我还没到 他要去讲课 一堂课几十分钟而已 他一讲完课说 我说我还没走 你等我 我要赶快过来 赶快过来 结果聊个天 我说你 什么时候来了 他说我 连出的时候就来了 你就决定要我住下来 我说我决定就住下来 我说你不简单 连薪两百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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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的股票大概五张到七张 五张到七张如果 现在好像是一百多吧 以前是一千三百多 是不是 一千三百多 那是将近一千万 对啊 他说他 要来做传统文化工作 我说你 对了 你这次的决策是对的 他说 自从我除掉工作到现在 没有一个人讲我对 只有领导你讲我对 我爱你 我爱你 他要问你 为什么对啊 为什么对啊 对不对 对好 我说手机 走到这个地方 不会超过两年 他已经撞到天花板了 手机以后再怎么编画 他手机他不可能离开手机 这个领域 在过去大概那种VR 至于那种带起来 那个3D动画那一类型的东西 这个手机不可能在 这个手机剩下一条路 就是价格会衰减下去而已 就是往下走 那个时候什么人做都是一定痛苦的 现在整个中国大陆 什么都不切 唯一就是吹传统文化 所以再过不久 这个地方就会兜了一个 国协大师 叫做纯插秀老师 你一定会成功 太好了 更加信心 他说 一个从年薪200多万的人 转到这个地方来 听到的都是烟乱尾七糟蹋 柔令催残土坛 他现在去讲一堂课 一堂课人民币五十几块 有没有可怜 他说好可怜 一堂课人民币五十几块 五十几块 还没成期后 对不对 我说都是还没成期后 这个路走过的时候 你才会珍惜的 搞不好过不久的时候 你一天就一万块人民币 我说王老师成绩就一万块人民币 就一天一万块 八个小时 那个也是很辛苦 讲八个小时 对不对 最起码 所以那个地方的国协大师 讲课 价位都很高 如果一天五万块 一个月是150万也不错 对不对 如果一天有五万块台币也不错 所以要不要当国协大师 那依旧是那个教大的博士生 那个通信科系的博士生 对 以他读书是没有问题的 他很快就可以成为大师 慢慢你就会去感觉到 在那个地方讲课就像撞酒一样 人家 只要有人来听课 看到你讲得好 他就邀请你 蹦蹦蹦蹦蹦蹦到 就像那个炎子弹爆炸 那个力道都很强的 所以你没有青春去经验那种 那种机会你是不可能遇到 你讲得出后 素货就一直做一做 人马就这样打开了 所以绝对不是看他五十几块 五十几块 五十是250块 很难赚 对不对 很难赚 但是如果他为了钱 他不可能去辞掉那个工作 尤其是HTC里面的高级工程师 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老师 那个施志文也是 他一年大概都有七张 分配七张的股票 所以就是看一个人的自信 你的态度对了 你去做哪一个行业 都是会成功 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这个面前我不一定是赢 但是走久了还是对了 态度对就是对了 所以说我们要感谢麻烦你的人 感谢麻烦你的人 你帮忙麻烦你的人 输后你 你会更加要去帮忙他 就像忽然克典和这个国会议员 两个的这种交集 从来都谈不成 输后是求他帮忙去忙完他 后来成为一个很好的朋友 输后我回想一下 有些人来忙完我之后 为什么我还是很乐意再去帮忙他们 人就是这样 当我去学技工的时候我不懂 我去请教这个老师这个教练 他教了我之后 还把我生骨的筋都棒棒 抓抓 打打 接受了一堂按摩 免货的按摩不是更好吗 帮忙我们的人他也很高兴 这个人这么认真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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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